西湘远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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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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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大婶 你来干什么 昨不是订好了吗 夏夜初六 昨天晚上我给柳先生做了双鞋 怕您点灯熬油的废眼睛 柳大叔 您来了 爹 爹 柳天赐他爹来咱家看啥来了 给咱家送彩礼来了 他 怎么了爹 女儿要出嫁 你不高兴啊 黄了 啥黄了 亲事黄了 不是昨儿才订好的吗 订好了人家要退 柳家长是来退婚的 你让人闺女姐怎么见人 她本来就不该见人 她本来就不该见人 我说呢 二十大好几了 还不找婆家 原来他爹就是干那个的 娘娘 你倒是说明了 他爹怎么了 你赶快跟他说呀 你看 天赐啊 退了吧 他爹是盗墓贼 刨别人家祖宗尸骨的 不会吧 啥不会啊 就咱们家是新来的不知道 那徐晓铺为这事 蹲了十年的打熬呢 徐晓铺 你真是缺德 你干什么不好 非要干那刨疙瘩的勾当 害死我娘不说 你害得我现在 连个人家都找不着 好 大哥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想你呗 老许 一会儿十五年不见了 是 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滋润什么呀 坐了十年大牢啊 这不刚出来没两年呢 大哥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带你 干一大牢 不行了大哥 我 我金盆洗手了 我金盆 不 你们家都使上金盆了 说 是从哪个个道里跑出来的 不是啊大哥 不是啊我 你 大哥 饶了我 我真不想干了 老许 这次咱们干的可是大买卖 只要干成了 咱哥儿四个 这后半辈子 吃香的喝辣的 什么都不用愁了 我知道 不过大哥 我这人没啥能耐 何必多我一个人 分你们那份呢 是不是 我们这买卖 还真离不了你 那为什么呀 铁梨花 我们要铁梨花 铁梨花 铁梨花 徐凤之 徐凤之 铁梨花 你还来做啥 我都问清楚了 我问清楚我娘为啥要退婚了 你放心 婚姻是咱俩的事 咱俩自个儿做主 我不管你爹以前是干啥的 我愿意娶你 我一定要娶你 你 跪吧 我看你能跪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是把科学二给跪破了 娘也不能答应你 我喜欢 要是不能娶放 这辈子我就不娶了 老大娘 你可真够狠心的 天资都跪了一宿了 她从小身子就弱 再跪出个好待来 你这当娘的心里就舒坦了 起来吧 这门婚事啊 我和你爹影响了 真的 娘 娘 谢谢你 但有一条 你和你爹必须听我的 要不然 我还一头撞死 秦家摩 这么说你们答应了 别别别 先别给我盘秦家 婚事可以答应 但是我们家也不能太吃亏了 谁谁 我们家是什么人家啊 望上数三代都是读书人 想让我们家天赐取你们家缝 你得陪送一头牛 一头能耕地的牛 刘大婶 刘大婶 凭什么让我们家陪送牛啊 我们家是嫁闺女 我爹还没跟你们要彩礼呢 if not 贵依啊 你们家是什么人家公子 我们是什么人家公子 娶媳妇啊 那一样吗 为什么让你们陪送牛 问你爹去 是是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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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你啥也不用说了 我知道 本咱家这口窑卖了 也买不起一头耕地的牛 我硬了 不就是偷牛吗 你在家等着 爹这就给你牵过来去 爹 你要去偷牛啊 偷牛被人抓着会剁手的 你还嫌做大捞做的不够 我上哪儿偷去啊 放心吧 我指定给你牵过来 高八七 有得不够 快 快 快 回头 不是弹的意义 说嘴 铁梨花了 找到了 怎么说 他愿不愿意帮咱们 愿意 行啊 老许 这事办得利索 大哥 我说话算数 将来绝对亏待不了你 人家 愿意是愿意 不过人有条件 条件 什么条件 人家 想要头牛 想要头能耕地的牛 你 方哥 方 爹 你 你 你真的 怎么样 好不好 方哥 跟你爹说 想不想嫁给柳天次 想 可是这牛 你从哪弄来的 那你别管 想嫁给柳天次 把牛给他家送过去 这么大一头牛啊 哎呦 方 你爹可真不愧是做大奶奶的 还真有家底 其实你过门这时候 带来就行了 干嘛还专门送来呀 方 这牛 这牛 咱们可给老柳家送过去 这可是头好牛啊 有了这头牛 你以后嫁到老柳家 那可就跟他享福了 可是呢 不过 那个 这牛啊 不是你爹买的 你知道 爹没钱买不起 也不是偷的 爹没地方偷去 是爹的几位顾交送给我的 你有啥顾交 我怎么不知道 都是过去的老朋友 那时候你还小 我这些朋友可仗义啊 听说我要当老仗人了 送给我一身衣服 这从里到外都是新的 你看看 他们住哪个团 以前咋没走动过呢 那他们住得可远了 他们凭啥送你一头牛呢 凭啥 这第一是有交情 第二啊 是求咱们帮个忙 帮个忙 帮啥忙能值一头牛钱 小忙 风啊 这样 那天黑以后 你跟爹出去一趟 天黑以后出去 你那些老朋友 都是刨疙瘩的贼吧 你这孩子 我的朋友都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不去 我不跟这种人打交道 谁让你打交道 爹就是让你晚上跟我出去走一走 不去 这 不 不去 你不去也行 把那牛给人家嵌过去 方大 爹是为了你好 老柳家后身不错 你嫁给他这辈子都错不了啊 啊 张副官 小点事 我表哥说要睡了 这么早啊 我有急事要见旅长 急事 那 那跟我说吧 这不合适 旅长交代我专办的事 不就是九条龙的事吗 实不相瞒 小熊 关于这几个盗墓贼的消息 我也得到了 我刚跟表哥汇报完 我表哥说了 让你配合我办这件事 啊 哈哈 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叫铁梨花的 是你爹十五年前编的个故事 说是啊 有个叫铁梨花的奇女子 身上哪 有七分阳气 三分阴气 专门能找上千年的老鹿 一到老正地方 阴阳相通 就会反应着 爹 他们跟上咱们了吗 应该已经跟上了 我跟他们说了 你怕见人 放心吧 他们不会跟太紧 就那嗓个蠢货 爷想找铁梨花 小三十年 我都没找到 你想 要是真有个铁梨花 我自己不早发财了 姑娘 今天晚上你就是铁梨花 等到那地方你就晕 他们准能信 那咱们骗了人家一头牛 也不好啊 有啥不好的 十五年前那个夜里 官兵一来他们就跑了 要不是他们 你娘也不会 摔死在山崖下面 我也不会蹲十年大鱼 走 就这儿晕 这儿晕哪 快晕哪 就不会啊 笨蛋就装死 你看这地方是有风水的 冲上就是想卖宝的样子呀 老三 下铲子 好 哥几个 你先挖着啊 来来来来 等等 你把他送哪儿去啊 你好在是这行的老人了 你送他回去 咱哥四个脑袋立马就得搬家 不能 这铁梨花靠得住 那靠得住靠不住 你说了不算 我干这行三十年了 脑袋在脖子上能挺到今天 那是因为我就想起我自己 不是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儿晕着呀 老徐你傻呀 老大的意思是说 咱们哥四个脑袋想要保得住 就得先把他给宰了 你 不议 你可不议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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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 哥爷吧 我这刀子可有两年没摘血 过来 求你们饶了他吧 这是我闺女啊 老徐 你他娘那不忍 就甭怪我不义 不管老的小的 全做的 你们别杀我爹 都说我不好 不该骗你们牛 还给你们 滚 甭废话 收手 甭快走 爹 都别动 不 放你手里的家伙 小姐 芬儿 张副官 救救我们吧 你们 张副官 盗墓贼都认识啊 救救我们吧 春头给我带走 快 简安 你来了 你快帮我出去吧 芬儿 你怎么也跟着你爹去刨疙瘩呀 我没有啊 没有 我怎么把你抓到这儿来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真的没有 却下着完了 我告诉你 和你们一伙的那几个人 哥哥罪大恶气 你和你爹在跟着他们一起掉脑袋 我们不是一伙的 不是一伙的 你们怎么一起去刨疙瘩呀 盖人们 爹 怎么还出了个娘们 报告旅长 昨晚上在山上一块儿逮的 一共四男一女 一会儿先砍着四个男的 再砍着娘们 穷山恶水出刁民 娘们都敢盗墓 这还了得 表哥 表哥 那个女的她不是盗墓贼 去 刚说在山上抓的 你怎么就说她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回事 就就跟他们搅到一起去了 我知道她的底细 当年 当年我偷慌用饭的时候 差点饿死 她救过我的命 她救过你的命 我看看 那就是你的恩人 又是个女的 饶死我了 那就是你的恩人 又是个女的 饶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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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表哥 肖四 到 去换一下布告 说今天只砍四个盗墓贼的脑袋 是 谢谢表哥 那个小娘们 看在张建安的面子上 今天饶你不死 但是你必须给我看着 看着这四个脑袋怎么落地 看你以后还敢挖分掘墓 来人 把九条龙的衣服给我扒了 听说你行走江湖多年 还有点小名气 可你行的都是不义 干的都是缺德事 我赵元公必须砍掉你的脑袋 清晓 别杀我爹 可臭娘们 刚饶就不死还敢闹法场啊 什么事 你别的不是好歹 再嚷嚷嘴我给你堵上 别杀我爹 我爹没跑疙瘩 屁话 没瞧干的跑山上干什么 我赵元公和他来啥无辜啊 那个老朋友叫什么 徐校服 就是他 十五年前因为挖分绝木 做了十年大鱼 以为我不知道啊 十五年前 我爹是跑过疙瘩做过大牢 可这次真的没有 十五年前 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弟 他为了养活我和我娘 这一回 是为了一头娘 他给那三个人带路 就为了一头娘 我管他为什么 我刚说了要砍四个人的脑袋 不够都听不去了 不砍他 我哪来四个脑袋啊 让我替我爹死 我替我爹死 我替我爹死 我死 闭嘴 你说什么 赶紧给我闭嘴 我看 我问你 那个是你公爹还是你亲爹啊 我亲爹 他还没嫁人呢 哪来的公爹 别走 去 把他给我带这儿来 来 你待会儿老实点儿 要不然就没命了 你待会儿老实点儿 要不然就没命了 多大岁数了还不嫁人哪 倒是个孝顺闺女 听着 老子今天必须要四颗人头 真敢替你爹去死 敢 等下 去 把他和他爹换一下 表哥 来人 到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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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铐青 再ман 一 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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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谁呀 先把这个小娘给我砍了 是 准备 丫头你听着 我喊三棵树 你脑袋就落地了 现在丘饶还来得及 我喊了 一 二 二 两下半 两下半 张爷 我念你是个大孝子 我饶你们爷俩都不死了 好 来了 到 带下 是 是 金球 预备 好 看 小子 到 去 到马山县那儿跑一趟 把他给我请到家去 就说我有急事 是 姐 过来 表哥 你丫头叫什么 他大名叫徐凤志 小名叫缝 缝 你跟他们家有交相 好 你得帮表哥一个忙 表哥你说 到他们家去提亲 明天我就要娶这个丫头 上 方副官 您这是 我压他 你好好宣告 走 这过两天就要成亲了 那有啥事不能在家里说 非得到这儿来呀 怎么了你哭什么 都说我对不起你 我们家就不该要那头牛 你哭 那什么 等你过了门 我们再慢慢劝我娘 把那头牛给你爹送回去 玩了我 别说话了 孤儿 这可使不对 我们家风许过人家了 许过人家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不踩冰险吗 老徐你个王八蛋 你忒不递道 你不知道我一直喜欢 混蛋 起来 起来 你你你你 那你喜欢风这么多年 你怎么不来提亲呢 我不来提亲 那是因为 过去的事不提了 今天 我是替我表哥赵元跟赵旅长来提亲 不是还没过门吗 让他退回 谁打这么大感性 放提亲 谁 行了 没事了 你回去吧 这就没事了 那你到底为啥哭啊 为啥哭跟你没关系 我差点一辈子都见不到你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别管了 你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啊 等我过门以后 你们家还有你 永远都不要提我 你是当母贼的事 成 不提 你保证 保证 我这奶奶都毙了你们 有你们这么娶儿媳妇的吗 人家一分钱不愁你们要 你们还要讹诈人家 一头牛 我们不对 我们家做的不对 退婚 我让你们退婚 退退 退 你还是个读书人 老不要脸 赶紧把牛给你退回去 退 是 爹 爹 爹 您可回来了 快进屋 我们给您量衣服去 爹 咋回事啊 在这儿等着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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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把牛给你还回来了 张吉安 咋回事啊 给您道歉 今天你早点睡 把觉睡足了 明天天不亮就得起 梳头子开脸的 今天夜里就在这儿候着 天一亮 花觉就到 啥花觉啊 无良天尊 旅长一向可好啊 好什么好啊 一直也没个儿子 能好吗 坐 坐 府上四位奶奶的属性和生辰拔字 都与旅长是十分的和睦 一直未能给您生个少爷 那是机缘五味道吧 你给我少来这套吧 那是 我明日啊 再到府上四处转转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妥 冲了咱们家的龙脉 放屁 我们家在这儿住上百年了 那是 那是 我琢磨着啊 我要想再找一个能生儿子的女人 她就得找一个那样呢 旅长 您要娶的吴奶奶 一定是人才出众 家世不俗 家世不俗有个屁用 我那大奶奶 李战云 家世怎么样 清朝的二品官有用吗 那是 家世也倒不太重要 说得是 我告诉你啊 我要再找一个能生儿子的女人 她就得找一个那样的 旅长 这贫导愚钝 您就直说了吧 我今天砍了三个盗墓贼的脑子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 你说我要找个这样人家的闺女 那恐怕不太 恐怕什么呀 恐怕不太 恐怕不太 不太什么呀 要想生儿子 她就得冒险 正是 频道也正想这么说呢 您是不是已经相好了 快把生辰八字抱上来 频道帮您批批 这就不劳你大驾了 明天就大喜 你 娘子 过来 我 快 β 天啊 走 我一瓶子 走 那等我 我再来 你 我再去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家里他有个准备呀 准备个屁呀 我让张俊然都接人去了 袁刚 娘这几年一直催着你 要你再娶个会生儿子的 你这一直就没动静 这咋突然就 谁家的大小姐呀 明天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天四 你这是干啥呀你 要去奉的是赵旅长 你不要命了你 天四 你可不敢啊 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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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求你了 娘求你了 天四 娘求你了 天四 爹 张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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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停脚 放下 放下 你这是干嘛 是干嘛 咱闹队咱都没好处 我时辰快到了 不能耽误 饭 留弟青山在 老太太 娘 老太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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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五条腔的 你怎么不能砸 是五条腔的这 娘 要怪就怪我无能 没给您生出个孙子来 元庚他要娶小五 也是为了行孝啊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娘 您就别闹了 就算给儿媳妇个面子行吗 李淡云 你一较真地护着爷们儿 滚一边去 娘 您消消气 我们姐几个没本事 咱们老赵家传宗接代的大事 就全指着这新进门的五妹妹了 是啊 是这样 你们几个万事废 老大 你进门二十五年了吧 就没接过果 老二好点 生了个丫头 老三老四 成天打扮得跟狐狸似的 就知道骚爷们儿 怎么就都不会下个蛋呢 你们急 我比你们谁不急着抱孙子呀 谁不让他娶小老婆了 娶个杀猪的闺女 哭伤婆的闺女 我都认了 干吗非得娶一个 上尽阴德盗墓贼的闺女呀 娘 麻烦了 麻烦了 气儿穿了吧 别闹了 弟兄们等着喝酒呢 去 去 吴良天尊 老太太 听我说两句 沈县 让您笑话了 不敢 不敢 贫道正替赵旅长高兴呢 这个新进门的五奶奶好啊 好 盗墓贼的闺女 五奶奶的这个家世出身 听起来是有些瑕疵 但是您想一想赵旅长啊 命中本就火旺 有少年习武 酒精沙场 性情是质刚质烈呀 需 因其极重之人相匹配 方能阴阳融合 传宗接代呀 从这点上看 吴奶奶的这点特别之处 不是刚好合适吗 我早早就拿到了 吴奶奶的生辰八字 那与赵旅长是天作之合呀 打婚之后 必定多子多福啊 你不会是向着他乱说的吧 贫道以为 早早给您添了孙子 赵家的基业 有了传宗接代之人 这才是大笑啊 便给旅长出了这个主意 老太太 请您一定要体谅 赵旅长的一片孝心哪 我儿子孝春那是不假 后妻娘 不生气了吧 走着 来 坐 五妹妹 给老太太磕头 我儿子孝春那是不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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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我儿子孝春那是朋友 有了 夫人 是 张继安 真没想到你这么对待吴奶奶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我都吃醋了 旅长给他老丈人的礼 真是不薄啊 你看看这是地气 三十亩水浇地呀 在你们村顶个小财主了 你爹再也不用干那缺德的事了 要说你爹在旅长的地盘上盗墓 旅长毕了他都不去呀 幸好有了你这么个好闺女啊 快别哭了啊 一会儿还要出去给人敬酒呢 多不好看哪 这样姐姐亲自给你晕晕脸 来人啊 去哪儿 来人啊 去哪儿 去哪儿 来人啊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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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快快快快 快 没事老婆 没事 来 救命啊 抄昏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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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昏了 救命啊 抄昏了